我觉得晚上办公这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就很多人会越来越选择 尤其是在一线城市 大家都会在选择在晚上办公在未来 因为首先提供了为全部的交通拥挤也不会了 第二方面所有的也会节约这一部分对企业主的一个开销 以及成本的压力 然后能节约更多的时间出来 可能我们以后的薪资架构上面不是那种固定工资了 它会根据你的结果为导向 然后根据你所产生的结果和你做出来的时间的效益 然后给到你相应的报酬 那这的话可能我比如说我是设计师 我不会极限于只是在一家公司 我可能同时会多劳多得 然后可能同时会十家公司做一些设计方面的一个图纸的部分的工作 那如果说我在家办公 我原本来回在路上 我真正在办公室能够工作五小时 然后我在家办公呢 我可能工作可以十个小时 那么我所产生的效益和我得到的报酬相要会更多 这样能够增加彼此的积极性 那对家庭来说也可以有一个家庭的一些陪伴 然后更多弥补之前在我们社会上可能很多的时间 大家都不在家人的身边或者小孩的身边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灵活的工作 而不是只有必须要出来工作 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以前一个家庭可能两夫妻可能有了小孩之后 得一个人出去工作 一个人只带家带小孩 那以后如果能够未来办公 这个趋势能够真正的在设备设施上面 以及结果为导向的薪酬方面的设计 进行一些改变的话 我相信对外然后在家 就是办公不会受距离 不会受空间 不会受时间 还有就是所有方面的限制 那你因为你公司不是也做了那个网上办公的尝试吗 那你个人觉得网上办公可能刚开始会不适应 那你现在试下来你觉得网上办公会减低那个工作的效率吗 还是你觉得说不会减低工作效率 我觉得每一种的那种改革都是需要有一个过渡期的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都习惯了用QQ聊天软件 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当你还没有微信的设备 或者它的网络普及量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那我们正在过渡期 当所有的人都适应了这个环境之后 那没有人再用QQ聊天软件了 基本上是很少的 因为只要是有好的东西 如果适合大家用 我想这个东西都会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我个人也相信 线上办公是一个很好的未来的趋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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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